高市一个专营高利贷的暴利讨债集团,涉嫌向借款人收取重力,警方货报追查,集团贷款月利率高达105.88%,免利率更达1288.24%。 前天警方分头贷货集团主贤与同伙共识四人盗案,起货吕棒,高尔夫球赶,本票,借据,上策等并查扣奥迪轿车及现金49,000元,续后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,诈欺,重力,恐吓取材,妨害自由,伤害等罪嫌移送法办,新兴分局日前货报,高雄地区一个以初号燕仔蔡姓男子37岁为首的暴利讨债集团, 涉嫌吸收成员组成地下钱庄对外放款收取重力,入位准时缴席,则以恐吓抢索,暴力胁迫方式向借款人推讨债务,被害对象骗及大高雄地区10个行政区,分数约200人,有些被害人不堪还款压力,分源走他乡果币,警方进一步追查,被害人若向集团借款1万元,时拿8500元,五天为一起缴席, 每期收取利息1500元,换算每月利息9000元,等于月利率高达105.88%,吸血至极,新兴警方会同行大针二队搜集后,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,前天分头带货绰号燕仔的主嫌蔡南与同伙共14人,其获旅棒,高尔夫球赶,本票,谢具,账策等,并查扣一部奥迪轿车 和现金49000元,事后调查,集团放款金额多在1至2万元上下,最多6万,但因收取高利息导致被害人无力偿还,甚至还遭集团暴力胁迫,警方去后,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,诈欺,重力,恐吓取材,防害自由,伤害等最前移送检方侦办, 杨士群,高雄报导高市警方迫获以暴力讨债集团,带货主嫌和同伙共14人到案,翻设画面集团涉嫌以暴力胁迫方式向借款人讨债,警方在嫌犯住所起货作案求棒,翻设画面警方起货本票,谢具,账策等放款证物,翻设画面警方迫获以蔡姓男子为首的暴力讨债集团,带货14人与犯案工具,翻设画面抢当好评 请有1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字暴力讨债暴力讨债利率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 再见 感谢观看